今天喝的是 和歌山縣的 白桃果酒 就是水蜜桃酒 這是 卡拉迪的禮物 謝謝卡拉迪 你知道我們今天在討論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聊聊前任的時候 因為他看到大家的回應 他說 對啊 那可不可以多一點愛啊 你看現在就說 死人 廢物 草綠蟲 會呼吸的肉 像一型一樣的生物 微生物 神經病 鬼怪蟑螂殼 單細胞生物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 跟單細胞生物交往看看 不是 應該是說 誰沒跟單細胞生物交往過 有啊有 這個我覺得比較感性一點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覺得這一個詞實在是太好了 那今天要聊的就是 前任是個什麼樣的生物 大家都一定對前任都有很多想法 好那目前感覺起來大家這個 恨意是比較多的 恨意支柱爆表 爆表 大家可能會覺得前任 是不是應該就是要消失或過去 前任責任到底 你自己認為呢 我自己覺得 前任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你的過去 我為什麼會這麼驚訝 就看到大家 這是這麼多恨意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前任這個生物呢 他的初始點一開始是因為愛 就是你們是相愛了 然後他才會變成前任嘛 其實他教會你非常多的事情 不管他是個 大家覺得是好前任還是壞前任 所以你自己跟前任的關係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基本上 只要都放下了 我覺得其實都算是友好的關係 現在大家真的為什麼會這麼在意跟這麼氣的是因為 是因為你想到這個人還是會有情緒的 所以你才會把他扎啊 他怎麼樣啊 他帶給你的這些不愉快啊 或者是他帶給你愉快的經驗也好 你想到這個人的時候還是有感情的 甚至你今天有了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會不會介意你還是會有這樣的情緒 但是很多時候是前任主動來聯絡 就像挽回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也不是挽回耶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就像突然沒交集的朋友突然聯絡你 你有聽過案例嗎 我真的要說這個 對我來說 基本上我是不會主動聯絡的前任 或是就是工作的需求啊 比方說 我覺得現在以我現在的就是工作的範圍內 可能真的是有需求 因為人脈動來說是很重要的 確實是我覺得我蠻多的前任聯絡 我都是因為工作的需求 對啊 那如果妳覺得呢妳會排斥 我會先問我的那個時候的另外一半 他會不會介意 那如果真的介意的話 我就會很委婉的跟我的前任說 我覺得不方便 因為我覺得再怎麼樣也不會比 現任的男朋友還要重要 然後你還要需要普及他的情緒 因為真的會跟他走下去的人 是現任的這個人 今天你的另外一半 他會喜歡你 但他也曾經愛過那個前任 所以表示說那個前任是真的競爭力非常強 不免俗的你一定會有很多的擔心 但是應該都是在初期 我自己認為一段良好的感情 只要你們兩個彼此互相信任感提升 回到我們第一期說的 安全 自信跟信任 只要你們對彼此的安全感 提升了穩定而已 自然而然 如果沒有這個前任 你可能也不會愛上以前這個人 沒錯 假設好了你們兩個是25歲相遇的 然後他的前任跟他在一起 假設五年 你遇到20歲的你的另外一半 你可能不會喜歡他 你愛上的就是25歲的他 所以你去跟你的另外一半 計較他20歲到25歲的過去 其實我覺得是沒什麼意義 你要做好的應該是25歲以後 你要成為最適合他的人 應該說很多情侶在剛開始交往 對對方比較不熟悉的時候 一定會透過前任來去了解 現在這個另外一半 他們是怎麼樣的 在感情中的一些相處狀況 或者是你會去分析 因為他喜歡這樣類型的女生 這樣類型的男生 但是我認真覺得 小偵探做個前期 一兩個禮拜就夠了 因為真正重要的是 你們兩個之間現在的相處 跟你們未來要發生的故事 那些過去的他們以前多歡樂 多開心 或者是你想要嘲笑他們以前爭吵 多麼的醜陋 那都是過去的事情 因為其實談戀愛 這兩個人的事情 對 你管他對前面的人怎麼樣 除非他會拿煙燙他 那你就要小心他會拿煙燙 對 除非是這種安全性的警告 不然其他的到底關你什麼事 他對前任多好也不是對你好 他對前任不好但他對你很好 那你就好好想說他對你好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完全是無關的 有人問說 要怎麼熬過很在意前任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有分析過 為什麼你還在意前任 這就是我們回到失戀那一集 第一是因為會吃醋啊 因為他的競爭力確實是 戰鬥指數很高的 對 所以你會吃醋 第二個是自信 對自己沒有那麼有自信 對目前的感情 兩個人的感情 對 比較沒有自信 就是你對於對方的安全感 對 就是你對於對方的安全感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樣子的回推去探討 如果你還會覺得很難熬過 很在意前任的話 你可以去想想 你對於自己的自信 要怎麼樣去增加 你是不是可以用一個角度去想 就算那個前任 他在你眼裡看起來是多麼的優秀 但是 你也有你自己好的地方啊 你也有你自己值得被愛的地方 而且現在這個人就是愛著你不是嗎 所以你不就要計較著你現在這個人 他曾經愛過的那個人 有人問說 要如何幫助一直走不出來的好朋友 就像我們在失戀那一集我沒有談到 其實我覺得失戀這個狀態喔 在人生中 占的比例是比較少的 你失戀的時候就好好失戀 你不覺得你很用力的去感受你的悲傷 你難過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不會變得很久 也很像是你很想要吃一個東西 你想要買一個東西 得不到就越想要了 但是如果你得到它很享受它 你很很想吃這個東西 吃到以後你發現好像我也沒那麼想吃 我很難過我就很認真的難過 就突然發現你好像不難過 我是覺得如果你朋友走不出來 也不用急著拉他出來 就像是失眠的人不要一直告訴他趕快睡覺 失眠的人可能在想工作 可能在想有一些焦慮的事情 你要做的是幫他轉移 我覺得其實就多陪伴他吧 對就不要不要急著讓他說 欸你走出來他沒什麼不好 對我覺得不急 對啊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說 然後多讓他看到他自己的價值 有些東西你就是會想念 但是你就是回不去 然後你沒有那一段你不會走到現在 人就是要一直往前 來天能 天能說了什麼 好我們不爆雷 我們不爆雷 我們只講這句話 就是過去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過去就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你不用去想辦法去改變過去發生的事 對 包括你要怎麼樣去跟你的男朋友計較 他跟他的前任過得多麼開心 生活得多麼幸福 那都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還有你為什麼要持續沉浸在你跟你的前任 多麼開心跟幸福 這也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過去的事情就是過去了 而且也已經發生過 今天的威士命金句呢是 放下那些愛錯 感謝那些愛過 我們沒有辦法去否認那些已經曾經發生過的美好 跟不美好 憎恨或者是不愉快 但是你要去感謝的是那些的經驗 讓你現在變得這麼的成熟 這麼的溫柔 這麼的知道要如何去好好的對待你未來的感情 然後帶著這些優點繼續往下走下去 希望大家能夠持續的努力 讓自己找到每一個輸入自己的幸福 我們下週三見 掰掰